嗨,大家好,我是Nick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美食频道 今天在澀谷介绍美食 本来想介绍澀谷这里12月10日 新开的一家北海道小熊火锅的 但是已经没有位置了 周围逛了一圈,就介绍这家吧 这家,Botkeju,大阪烧专卖店 看官网好像是个品牌 店的装潢看上去挺漂亮的 不仅在日本,全球都有店 有兴趣看链接 这家店能够使用现金 各种信用卡,电视钱包,微信,支付宝 也连卡都能使用 店里一共33个座位 基本上都是2-3个人做的 一个人做的吧台只有3个座位 桌子上也没什么调味料 只有菜单和点餐铃 厨房也是半开始的 能够看到厨师做菜 下面有放包的篮子,这个不错 菜单上还有2019年大众点评 人气店的标志 这家店不一般啊 这家店是1946年 在大阪窗里的 主营的就是大阪烧 有猪肉,牛肉大阪烧 还有牡蛎或者混合型大阪烧 就是在原本的猪肉或牛肉基础上 加上虾,鱿鱼,章鱼,韭菜 加的食材越多越贵 价格在968日币到1848日币左右 还有摩登烧 食材和大阪烧差不多 只不过最下面的面饼换成了炒面而已 价格在1078日币到1848日币左右 还有炒面 用的食材大体都差不多 都是猪肉,牛肉或者加一些章鱼,鱿鱼一起炒 价格在1500日币左右 要说不一样的话就是这个 在2011年获得过金牌的 蒜山炒面 这家店还有蛋包炒面 对,你没听错 不是蛋包饭 就是炒面上面加上鸡蛋 做法和蛋包饭一样吧 还有炒乌冬面 在日本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炒乌冬面的 既然是大阪美食 那章鱼小丸子也是少不了的 味道有原味,香葱味,奶酪味和辣味 4个一份和6个一份 价格在4829日币到748日币 这里还有连续4年拿到过金奖的炸鸡块和炸鸡刺 这次我没有点 因为拿过金奖的炸鸡块 我也吃过不少 就是肉质细嫩 汁水多一点 想看的点击简介里的视频哈 还有 这个是日本第一的可乐饼 想吃的来这里 这里还有炸串 5串780日币 9串1518日币 好贵啊 单卖150日币到200日币不等 还不如去吃炸串之助呢 想看的话还是点击姐姐里的视频哈 还有烤串 一般都是鸡肉 这个没什么花样 这个是用三元猪 加上卷心菜做的饺子 边上还有鸡蛋卷 说实话 这家店东西还是挺多的 这里还有甜点 有法国吐司 绝饼 还有迷你巴菲 应该是很小一个 所以528日币 价钱偏贵的 饮料比较特别的就是 大阪混合果汁 还有一些水果汽水 其他的就是乌龙茶 咖啡之类的 价格在500日币左右 这里还有各种各样的日本酒 还有红酒 懂得小伙伴 可以过来尝一下 最近呢 要补补 说一点的是 牡荔香葱大阪烧 三种酱之中 我选择了用6种蔬菜 和果汁做的方唇酱汁 这家店会给你搭配 这个料理相应的调味料 先吃一下原味的 大阪烧非常烫 上面酱汁是浓厚的酸甜味 下面的面饼口感松软 再加上韭菜和香葱 味道还是不错的 而且牡荔也很大 很肥美 口感也很嫩 用的食材比较好 加点沐浴花尝一下 味道就是加了一股煎鱼的鲜美 味道丰富了一点 接下来就是青海苔粉 有点微微的甜味和咸味 没有让我感到惊艳的味道 味道也不差 大阪烧里牡荔大概有7到8个 几乎每一口都能吃到一个牡荔 因为一个大阪烧没有吃饱 所以又点了一盘辣味饺子 一共6个 配饺子调味料 是醋酱油和芝麻辣油 酱油是这家店自己研制的 原味的饺子皮很脆 也比较薄 口感是有点微辣 里面就是猪肉和卷心菜 倒一点醋酱油 站着吃一下 嗯 只有一点点酸味 更多的是咸味 没有鲜的味道 这个酱子一般嘛 再倒一点芝麻辣油 就吃吃看 这个芝麻辣油还是有点辣的 而且很香 不愧是香味拔群 总结一下 这顿大阪烧味道中规中矩 没有上次拍的第一大阪烧的好吃 饺子味道也一般 不过芝麻油真的很香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一个关注留言收藏加分享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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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